大家好,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李孔,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能留意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说说世界时事都是第一则新闻 这个国家其实我又觉得好像无需拿来衰 而且他们现在变成第二个乌克兰机会 居然是高Q过摩尔多瓦 是什么国家呢?就是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一直跟俄罗斯关系都很好 但是现在这位新的领导人上台之后 开始向西方谈论了 当然普京大帝一看到你这么围 你落我面子 而且几天前 亚美尼亚总参谋长就拒绝 回答一个问题 因为之前亚美尼亚就说 要退出 习安组织 习安组织其实就是俄罗斯 就是这个大佬 你说退出的话 等于是落俄罗斯面 后来 俄罗斯的 卫星通讯真的问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参谋长先生 我们来自俄罗斯的 这位参谋长叫阿斯良 他们就问 听闻你们就要退出 习安组织 后来 他一听来自俄罗斯的媒体 如果答错 就麻烦了 我们还未退出 至于退出后会怎样 他就说 秘密 因为这是军事机密 国家秘密 国家安全不能够回答 原来 亚美尼亚的总理 帕希尼洋 之前曾经扬言 习安组织不单无理行对 亚美尼亚的安全义务 而且在制造问题 他就说 亚美尼亚对习安组织参与事实已经结束了 现在我们冻结了 如果现在局面持续下去 我们将从法律上暂停参加这个组织 亚美尼亚安全会议的主席 他也说 他们国家1991年以来 高度依赖俄罗斯这个战略 是错误的 当然你这么说的话 好了 因为他们觉得 俄罗斯现在与 亚美尼亚的仇家 阿塞拜疆 和阿塞拜疆走得很近 好 你既然不免退出我领导的组织 他说完这番话之后 他立刻反制 他第二天 就是派了总理 突然之间 突然之间派了总理 就去阿塞拜疆 这几个人就去阿塞拜疆 而且也跟阿塞拜疆签了多项的国际协议 你记住 以及双方的多项文件 包括 在纳卡地区 因为纳卡亚美尼亚失去了 原来 他就在纳卡地区 的桥量温作和维护俄罗斯帮他 他的意思就是 你不要打算轰这地方 俄军住手 你这么简单 也在俄罗斯阿塞拜疆边境 有一个检查站行动计划 以及其他的一些军事合作 这件事 就用台湾的术语 激到这个阿美尼亚挑战 这个在俄罗斯的媒体看来 就是一个反制 你这样玩 我就是和你敌人走近 当然 他没有 他就不敢向俄罗斯动手 你记住 阿美尼亚的体量和乌克兰比 还差很多级数 很多的吸收 乌克兰在欧洲来说大国 四千多万人口 这个协议 也激流了阿美尼亚 因为协议当中 其实钱不是很多 涉及43亿美金的纪录 大家有43亿美金 很多东西 他就帮阿塞拜疆 原来 就打算在阿塞拜疆生产一些东西 好像是 商用的零部件 和约品 当然他们最厉害就是刚才说的检查站 因为这样 等于 变上去 打念阿美尼亚 OK 阿美尼亚就生气了 他做了一个更加 我觉得是更加危险的动作 他就是 日前就宣布 因为 俄罗斯就是反制他 跟阿塞拜疆签了一些 边境的协议 OK 阿美尼亚就很生气了 昨天他们比较大一点 如果这样的话 我打算加入欧盟 哇 不是吧 你看不到乌克兰发生什么 他加入北约比较大事 欧盟也算是还好 是的 而且是他 被人家出兵之后 才打算加入欧盟 我担心你连 吴冲旗都没有 你连口气都存不住 阿美尼亚太小了 你跟俄罗斯体量比差很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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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这样看的 如果你是这样玩的话 最后来 你又是逼俄罗斯出手 是不是 这个阿美尼亚 他说是想而已 未代表 他说是考虑而已 但是 俄罗斯官方 你考虑 那我们也有倒作了 你不要 以为我们不动手 当然有人说 阿美尼亚是欧洲国家吗 地理上你又不可以说他全部是 因为他是 挺特殊的 其实他是西亚外高加索地区的共和国 但是 这个西方 是觉得他是东欧国家的部分 所以 他自己也说自己是欧洲国家 你尊重他 欧洲小国 其实他也不是完全在欧洲 他跟格鲁吉 阿塞拜疆这个国家都是一样 他跨了 跨了东欧和西亚 在这个外高加索地区 亦都是这么特殊的地理位置 所以 你说俄罗斯会让你呢 当然不会 他们 外长就说 我们在考虑加入欧盟 你再这样 他还说明 我们一寻求 这句话 普京大力就不太愿意听 我们一定要寻求和西方建立更加 紧密的关系 这样 只是想落我面 是的 所以现在 俄罗斯已经开始 又商量如何再反制他 你记住你的体量和乌克兰差很远很远 原来 他们的外长就去了土耳其的地中海城市 的论坛当中 接受土耳其媒体访问 你记住土耳其很搞笑 土耳其其实是阿塞拜疆的靠山 以前 阿塞拜疆就靠土耳其 阿美尼亚就靠俄罗斯 但后来 大家关系发生了变化 原来 记者就问 俄罗斯好像跟阿塞拜疆 达成了很多协议 你怎么看 他当时说 阿美尼亚现在 大量讨论很多新机会 如果 我说这些机会包括成为欧盟成国 这不是秘密 我们考虑要成为欧盟成员国 他们的总理 亦是 18年一场反政府示威之后的掌权 之后 他也深化了 阿美尼亚和 西方的关系 亦几次激怒了普京大帝 阿美尼亚当局 亦再次重新和俄罗斯 上算是盟友 并没有延伸到战争 但是 这位 亚美尼亚总理 曾经指控俄罗斯想办法破坏他的政府 亚美尼亚更加 指控俄罗斯没有保护亚美尼亚长期的 纳吉地区 纳卡地区不是纳吉 纳卡地区 这就搞到阿塞拜疆取回那肚子 法理上其实是亚塞拜疆 当然也是以前在苏联 一个大佬就没什么问题 现在大家都独立了就有问题了 近年来 阿塞拜疆和俄罗斯关系也越走越近 既然 他用回你的招 你和西方关系越走越近 他反制草仙就和 阿塞拜疆越走越近 没错 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 他就是这样 当然 如果加入欧盟 我相信 你代表之前 如果 普京大帝真的向你发动攻势 你也挺麻烦的 你记住 他连阿塞拜疆都打不败 何况是俄斯 当然 他战争分身不下 亚美尼亚的体量太小了 太小了 所以就有时间了 我说了欧洲小国 其实也不是最准确的 但是他们 和 在国际上都觉得他是欧洲国家 但其实他有很多土地在西亚 再说一次 很多都说了 那么 亚美尼亚 他当然 人口也不多 人口也不多 你说生活是否很差 那也不是 但是你说 军事上和俄罗斯逼 你想想 阿塞拜疆已经输了 你和俄罗斯逼 逼一逼 那真的差多远 俄罗斯 军事实力世界排名第几 你排名第几 对 没错 而且你不要忘记 亚美尼亚 它的地理位置都很特殊 它是位于黑海和铝海之间的内陆国家 西伦是土耳其 土耳其亦跟亚塞拜疆很亲 北面可能跟亚塞拜疆的关系 就是格鲁吉亚 东面就是亚塞拜疆 南面呢 这个就个人了 就是 俄罗斯另一个好盟友 伊朗 你说是否真的 可以 这么大胆跟俄罗斯对着 我觉得他也是说一下 可能他之后也安抚俄罗斯 因为他之前 退出的集安组织 说得很大 是不是 我估计 没错 但是最后 他也是 我们也是 说一下 说一下 好 这就是 第一则新闻 我估计他应该是说一下 第二则新闻 也是被人射的 是什么人 就是 英军 原来 英国议会 公共帐目委员会 有份最新报告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他们最新报告 国防部预算和装备需求之间 最大的负担差距 就达到 12年来的最高值 10年也是用了很多钱 所以搞到 带来很大的财政赤字 这样花钱是不切实际的 是的 讲到花很多钱 尤其是航空母舰那些 都挺流 是的 他换了很多 他可以这么说 我 那会不会是 不换那么多 搞定自己 然后 你换完污 你又要参加红海 是不是有点点黄夸 红海 你还在双重打击 这双船也过不了 原来这个公共帐目委员会 就有份检讨报告 刚刚发布了 之前英国政府 在2024年预算当中选择 不再为 军方增加额外资金 为什么呢 因为说你暖差这么洗银 原来委员会也发现英国国防部 去年年底发布为期十年的装备计划 当然装备是比起英军 自从2023年开始 将产生169亿英镑的财政赤字 而且如果对各种军种都采用同样的方法来评估装备 需求成本的话 这个赤字可能进一步再增加 是120亿磅钱 总共290亿磅 这个委员会每年也都审查 10年国防装备计划 监督政府怎样花纳税人的钱 当然英军他都要监督 这个委员会一直对于国防部 装备计划到底是否不切实际呢 现在就说是不切实际 即是说明是不切实际 国家安全 不可以 我们省着省着的话 不可以 是不是洗大了呢 原来委员会一直对于国防部装备计划 到底是否合实际 是怀疑态度 但最新报告也是特别拿出来批评 他们的做法 原来根据2023 3月31日制定的10年计划 国防部 将在接下来10年到 即到2033年 即是23年的计划 原来装备 预算是挺厉害的 在2866亿磅前 比22年 的数字增加了463亿磅 如果满足各种 军种 的装备需求 那赤字数是290亿磅前 如果各个单独 保装服务在 评估他们 装备需求时 保持一致 那也是差不多的 那委员会也说结果 是怎样呢 就是预测成本会增加 657亿磅 达到3055亿磅前 导致国防部的需求 能力导致国防部的需求和可用预线之间 就出现了290亿 的赤字 所以 英军 究竟 为什么会这样呢 使用到哪里呢 这份详细就未有 反正就说 你这个 太厉害了 不切实际 我们没有那么多钱 反正就是 没有那么多钱的意思 他可预用的 钱就是少了290亿磅前 没办法扮大佬 对啊 我刚才说 那怎么办呢 我们扮不了大佬 诚哥怎么办呢 你叫得你 诚哥可能也说 对了 整份报告 让他们 还敢乱花钱 这个就是第2则新闻 第2则新闻 讲一下 欧盟兼北约国家领导人 就是欧尔班 他再次指出西方霸权 已经结束了 原来欧尔班 之前在一个外交部举行的年度大会会议上 讲了世界变化和匈牙利外交政策 战略的方向 他也说西方霸权时代已经结束 而新的世界秩序 现在形成在实际上 你多争他也好 这句话我觉得真的没错 也勉励外交官 在这么巨大的变化之下 匈牙利大使角色变得更加重要 欧尔班 就向匈牙利各位大使说到西方霸权时代已经结束 今天没有人会怀疑这些 那不是的 我觉得很多人会怀疑 很多人怀疑 不过 我觉得他说话也是有道理 因为现在是多极化的时代 开始 那就说 这些有数据支撑的 并且说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形成 情况必须不断进行评估和分析 很明显世界经济现在分裂成 地缘政治集团 说得挺适合 那又是 深水很清 没错 深水很清 欧尔班 对那些坚决采取主权立场的国家 包括匈牙利 有人就施加巨大压力 肯定只逢得来恩 肯定只逢得来恩 不给你钱 不听我们说 原来 他也说如果选择成为任何一个集团的一部分 匈牙利的 机动空间将会非常有限 这个就是为什么匈牙利 有兴趣继续作为欧盟和北约城国 但是不会成为集团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将会加强 和其他主权国家 联盟的关系 他当然和中国和俄罗斯关系也不差 他也勉励外交官就说 匈牙利 大使的任务是通过无可争议的经济事实 向世界展现匈牙利成功之处 而不是解释我们的政治分歧 在威胁的时代 我们的大使 将拥有更大的角色和任务 他们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需要勇气 来代表自己国家利益 当然了 欧尔班这番话没有激怒美国 没有激怒拜登 但是有一个行动他就激怒了拜登 欧尔班刚刚见了川普 你知不知道 在拜登的国情之文当中 他说了16次当了川普的名字 16次 其实大家都知道 他这次选举真正正的对手就是川普 没有任何人 没有任何人 即是2020 重演一次 重演 重演 原来 欧尔班就跟美国前总统 因为 欧尔班亦被称为欧盟的 特朗普 现在还有荷兰特朗普 还有阿根廷特朗普 很多特朗普的世界 原来 他就在 特朗普 这个很有名 海湖庄园 记得当时 搜他的家里 那里搜了很多文件 是 就在特朗普的海湖庄园 会面 美国总统拜登 就撂叉 欧尔班 就说 喂 你现在寻求建立独裁统治 喂 你不让人访问 是否你独裁一点 当然他没有说不准 不过批评你 给压力你施压 之前 欧尔班就说 我见过的好朋友 We are good friends 前往佛罗里达州 和他的好朋友 特朗普见面 其实 匈牙利总理是为数不多 希望 美国前总统和共和党候选人 即使特朗普11月可以成功 是日主白宫的人 但特朗普更开心 有朋自远方来 但拜登 就不多开心 拜登有没有说 有没有说这个人 应该也做不到的 有没有说他戒选 戒选 好像是没有 原来拜登在民主党造势大会上 直接说这个匈牙利总理 欧尔班 就说他 你如果觉得民主行通的话 你就应该 就应该 是 继续做好你的事 不应该寻求建立 在独裁政权 其实你说独裁 也不是 他也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 当然你说 他 搞民粹 你也可以这么说 但是 没有制度可以 赌倒他 没办法 是吗 你自己国内也赌不了 没错 没错 这是你说的 美国总统拜登就宣称 在他眼中的未来 是捍卫民主 而不是削弱民主 并且将这个话题 作为他反对特朗普的竞选论调之一 我又想问 民主 如果民主说不闻污那怎么办 那你怎么办 你是不是跟 现在国会的程序也是民主 不闻污是对的 跟着程序 跟着逻辑 大马上加 跟着逻辑 跟着程序 原来 欧耳班很开心 在社交媒体上 就以 特朗普的名言 作为标题 亦发布了一张 跟特朗普的照片 勇耳班 亦表示 这次访问的重点是建立美国和匈牙利保守派之间的关系 并且寻求 是特朗普11月当选的可能带来的好处 但如果当选不了 他会搞嬌你 叫弗特朗普搞嬌你也不出奇 弗特朗普也要选 是 他就是6月 原来拜登再次针对 特朗普 就是对他评激 当然 现在 还未知道 还未知道的势 看上去 特朗普的势就好些 但很难说 因为 如果 弄得到以色列 但我觉得很难 弄得到以色列 可能他就想回到势 想回到势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网友 下节再为大家分析其他的议题 是这样 拜拜 再见 再见 再见